有吃的没 给我来点 女子扔给她一个纸包 里面是两个冻硬了的馒头 你在里面你吃香的喝辣的 你就给我带这个 柳家吃饭量都是算好的 没有生饭菜 混进去了 算是吧 这么幼稚的招数也能行 幼稚点无妨 我好歹留下了 好过有人绞尽脑汁 最后在大陆上躺了半天 无人问津 她没说柳家人很有可能 是被她给吓得不敢拒绝 你这样有点伤自尊了啊 柳家人简单淳朴 比较好糊弄 加上我是女子 她们窃心没那么大 但是那个小娃娃绝对不简单 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也没见过遇上社姐 能沉稳冷静成那样的六七岁孩儿 用雄长方法骗不过她 那就干脆不骗 简单粗暴赖就不走 她反而没办法 心软的柳家人还能不给饭吃 既然成了 那你得赶紧想办法 把我引弄进去 不行 我一个都够他们紧张的了 再加上你 更遭人怀疑 竹子的目的是要我们护好小娃 以后我再迷你再按吧 凭什么呀 你在里边吃饱 穿暖睡大床 我就得风餐露宿 连客栈都不敢装 你看看这什么天气 老子在这蹲了一小会儿 就快冻成人形冰柱了 你居然还有我在按 合掌 我就只能天天冒角落 喝洗北风 活不敢 一同出任务 凭什么她就得落得这么凄惨 信花村现在很安宁 两个人出现在这里 反而目标太大 容易引人注目 而且愿赌服输 我成功混进去了 你就得听我的 找个别的地儿先待着 那我能去哪儿待着呀 总不能蹲破庙吧 这个任务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要是竹子 一直不找我们回去 难道我一辈子 就混破庙了 你不是会做烧饼吗 去正常吃个摊 卖烧饼吧 这月月住的地方 你随意 女子身形一闪就不见了 留下蔚蓝在雪中凌乱 早饭之后 小玩儿就把她叫到了小院 有事儿 你确定不报晚安不走 是 柳玉生点点头 从怀里掏出两张纸 既然你决定了 那我尊重你的意愿 把这个签了吧 慢生气 有问题 不是你说的救命之恩 以身相许吗 那就签呀 顺便盖个手印 名字可以作假 手印可作不了假呀 这个跟头 他栽得心服口服 从这天起 他堂堂淫胃 成了卖身的家奴啊